本市立亞洲現在要請教一下就是我們阿聯區 請到台灣不足的問題 我們來看阿聯區 一禮拜請我們就是有本社車的時候才三天而已 高雄市 專市 都五天 台灣阿聯區三天而已 是因為我們的台灣才29歲而已 我們來看我們的林口所 阿聯跟M10差不多 一個2,8個一個2,9個 我們M10的台灣林口的四十五歲 我們才29歲 我們減量一半 所以阿聯現在有訴求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台灣可以 增加到清雲要每個星期五天 再做好力吧 請我們台市長回答一下 再做好力吧 今年可以完成嗎 市長請答應 我今天已經下令恢復五天 我們謝謝我們陳市長 五天四十個人 陳市長四十個人可以了嗎 因為剛剛 剛剛我們那個阿聯區隊有 跟我報告說五天 但是沒有 是從別的區隊致應的 但是他們現在需要的是四十個人 因為你29個人 你要清垃圾 你要掃水溝 你要掃地 真的是一人 動作兩個人 四十人的編制 可不可以今年度達到 可不可以 我想這些事情 我來負責 我來處理就好 請議員不用擔心 我會全力把它做好 我們謝謝我們陳市長 我們阿聯區七十七%得票率 不是假的 我們的支持度有你的 有一種肯定 謝謝 我們來看我們剛剛我們高議員 也有講到的 我們 我們路橋柯 橋柯高鐵下連通道的問題 因為橋柯也是我們陳市長很重要的一個政策 那我們來看 我們到阿聯高鐵下的連通道就斷了 我們往台南 人家台南2007年就已經開闢完成了 但是 我們阿聯到橋柯 是沒有開闢的 所以人家台南斷 你看人家單向就兩個汽車道 一個汽車道 有夠看啦 外頭看我們高雄 輸人十三年啦 這樣既然這個橋柯 是我們陳市長的重要政策 是不是可以來答應說 我們高雄哪個時候可以開通 因為我們已經等了十三年了 是不是請我們陳市長回答一下 市長請當務 我想這個感謝李議員的關心 這個高鐵橋下連通的這個道路 當然 假如說它能夠變成這個中央管轄的這個道路 經費就可以由中央來負責 就可以減少很多我們應該負擔的費用 因為 詳細要看這個路型的設計 那也有人說 那這個是不是先小一點 能夠通 那這樣經費就會大幅減少很多 那假如要做一個標準的跟台南 阿聯段的這個高鐵橋下的道路 大概經費要高達123億 很多都是用在土地的這個徵收跟補償 那所以 我會在好好的跟我們的交通部 能夠就這個部分能夠盡快的來處理 但是原則上 我也希望說 因為這個也配合喬科的新辦的一個進度 在一個時間裡面 我們大家共同來促成 好 謝謝我們城市長 其實喬科也是我們城市長很重要的政策 那其實喬科到台南高鐵站其實是比較近的 所以你開通這個道路的話 其實對喬科的發展跟他周邊的規劃 其實是比較完善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 我們已經等了13年 我們不希望再等13年 謝謝 接下來本席要來說 我們水利局長 從代理的時候 我們田僑區 沒有會堪12件全部被刪除 這麼過分的行為 到現在 那個上個會期 水利局長 我在你代理的時候跟你說 12個會堪都要辦 都要通知我 完全沒有進度 唯一一件有辦的 居然還是農業局辦的 沒有想到 你現在變成 陳其邁市長的水利局局長了 你這樣欺負我們殘留 這樣到中 災害 本來就是 我們殘留最重要的重建經費 你連看都沒看 你這樣對的是我們殘留的鄉親嗎 我們殘留不是人嗎 你看房間這樣 真的是天崩地裂 現在還懷在那裡 現在還要放胎啊 衝月 發生的事情 怎麼會乾啊 不然我們乾的氣 來看 田鳥的淹水整治計畫呢 會看完喔 沒消沒失 我真的不在水利叫你創哪 給你歡迎 台灣的消息 沒一個座的 敢說 這就是我們殘市府 對我們殘留的台頭嗎 是不是請我們陳市長回覆一下 市長請耽誤 針對這個問題你要怎麼回覆 這個跟李議員報告 我先請我們水利局能夠提一份完整的一個報告 假如預算有所不足 我們用災害準備金先來做處理 那假如再有所不足 因為現在 訊息結束之後 我們馬上應該就可以來施工 進場施作 那務必也在明年的訊息來之前 能夠 該能夠完成的部分 我們盡速來完成 災準金 為什麼要動用到災準金 就是災害 緊急要搶修了 你們水利局 兩個多月 無消無息 無動無盡 這個就是陳其邁市府 對我們天料的交代 對我們天料的態度 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湖內 我們納古塔 因為我們現在納古塔塔位 目前已經大概九成都已經有人在使用了 所以我們湖內的鄉親就希望說 既然我們二樓還有空間 二樓還有大概三千多個空間 還可以建設新的卡位 當初去年度討論的結果是可以增加 可以預計可以增加到兩千多位 但是好像今年度有用剩餘款 先做了四百多個了 但是我們鄉親是希望說可不可以 可以達到兩千多位 你就一次就做到頭 你不要一年做四百 一年做四百 這樣多一點 所以我們也希望一次能到位 是不是請我們民政局長 或是我們陳市長可以答應一下嗎 今年明年度可不可以達到兩千多位的新增 謝謝 今年度已經增設四百四十八位 在十一月底會完成 雖然它還有一些空間可以再去增加 但因為明年度目前沒有編列 我們再積極爭取 願報告 我看這就是換市府問題 個之前就帶來要兩個幾個 看你们明年度能不能达到两千多个 当初答应是两千多个 四百多个是用结余款来做的 请你们去讨论一下 人家上一个市府可以做到两千多 为什么你们只能做到四百多 而且四百多还是我们上个市府的政策 我们来看也是公墓的问题 你看我们路族区市区里面 你看旁边就是我们的路族区的黄昏市场 然后旁边就是我们的大型住宅区 中间居然有一个公墓 那公墓在101年已经进账了 然后但是却没有整理 来店是抓啦就是人在当屋子啦 所以我们希望说 这种东西如果在高雄市 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们希望可不可以尽数 把这个公墓做个千丈 然后也让那个区块能有一个干净的区域可以使用 那我们希望能做一个公园的做规划 那是不是请我们 陈市长可以答应一下吗 这个你觉得应该要做吧 市长请答应 我想9月15号已经办过会刊 理议也很清楚 经费大概是1870万左右 那我们在预算上我们逐年来编列预算来做 能够一次做完就马上做 那假如预算不足的话我们再来想办法 对啊我们也希望一次能做完 谢谢我们城市长 因为你在市区有一个公墓 在市中央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环境 那最后我们来看我们的幸福小黄 因为我们幸福小黄 其实我们的研讨已经都到了 都到了路线或规划了 但是换了市府了 又没有办法做了 这就是相同的问题 是不是今年都幸福小黄 我们最重要阿联区的医疗专线 跟路族专线都可以在今年开通 还是要明年开通 是不是请我们回复 好请市长挡舞 市长请挡舞 我想谢谢李议员关心 阿联我们现在规划一条 往义大医院 路主两条 包括义大跟台南市立医院 我想明年我们会进行政局预算 能做明年我们就开始做 好 谢谢我们亚族议员 好 感谢观看